欢迎订阅课 在Linux系统上 以原代码包的方式 安装P2P的工作环境 虽然上一节安装的环境 是最好的外部工作环境 但是呢 大多数P2P的初学者呢 对Linux系统的并不熟悉 所以呢 这一节我们主要介绍 如何在Windows系统上 分别独立安装 这么多 看一下 安装Apa奇 MySQL P2P Zan的加速器 还有像 P2PMyAdmin 这么几个软件 形成 在Windows下的 P2P的工作环境 那我们 这里边呢 主要参考安装 细说P2P的第二章 Windows下 系统下安装 安装安装工作环境 那一节 看一下独立安装的好处 因为现在呢 处理者有很多集成软件 是咱们下一节 咱们介绍的 那看独立安装的 好处是什么呢 就分别安装 Apa奇 P2P MySQL PPMyAdmin 这些软件 可以自由的选择这几组软件的具体版本 比如说 你都可以下一下最新的这些软件都可以 然后呢 还可以清晰的掌握自己计算机里边都安装了哪些程序 以及它们的具体的配置情况 安装的目录都可以自己掌握 这对以后的系统维护和软件升级呢 都带来很大的帮助 现在一些企业中呢 作为P2P的服务器 有的呢 选择Windows做服务器 那么他们采取的方式呢 也是这种在Windows上独立安装的方式来完成的 在Windows上 安装Apa奇 PPMySQL呢 这个呢 就比在另一下 相比较呢 要方便 这些方法呢 要方便的多 那么咱们这些安装呢 这节课的安装 这些方法呢 适合于Windows的各个版本 比如说Windows NT啊 Windows 2000 Windows 2003 Windows W7 还有什么Vista等等 也都适合 那么咱们这个 这节课的安装呢 主要以我现在使用的Windows XP系统为例 那看一下 在安装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最新版本的软件 当然呢 我这个是当时写新说P2P的时候 当时的一些软件 现在你可以下最新的 这些软件 那这个呢 是给大家列出来的是 赛特软件名称和下载地址 也可以呢 到LAM兄弟脸上 配套这个视频 我会 把这个软件 一起放到视频下载区中 你可以直接下载 那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呢 将这些软件都安装在 你可以指定一个目录 比如在D盘的 E盘的C盘都可以 那么我们把它都安装在 这个下面 看一下 安装的位置 安装的位置 都安装在C盘下 LAMP目录下 那好 那我们就 在我们的 C盘下面 建一个 LAMP的目录 LAMP目录 将所有软件都装在这个下面 作为外部工作环境的一个安装位置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几个软件 这是我们下载下来软件 当然你可以到官方下载最新的软件 那我们最先安装的 那肯定是Apachi 就是第一个这个软件 在Windows上呢 安装Apachi服务器呢 非常容易 和其他Windows软件呢 安装方法相同 都是通过单击下一步的方法 就可以安装成功 那咱们就介绍Apachi软件的详细安装步骤 比如说第一步 我们需要找到这个软件 当然你可以下载更新的版本 然后我们双击这个文件 就可以启动安装程序了 那第一个呢 屏幕出现的 那当然是欢迎界面 这个一个欢迎的标志块 是软件安装的一个向导界面 然后我们按下一步安装即可 那这一块呢 这个什么 这个是确认安装的许可条例 当然我们选择同意 然后才有下一步 否则是不让你安装的 下一步 然后呢 会弹出 安装Apachi的一个 使用虚知的一个窗口 然后按下一步 然后这里边 这个界面 看下这个界面 弹出一个是设置 系统信息的一条块 要求输入几个基本的配置参数 当然这才是必要的服务器的信息 单增了一个选项 那我们需要给出一个 网络的域名 和一个服务器的主机名 还必须给一个外部官员的一个电子油价 是这样 以及是否使用80端口 还是使用8080端口 那我们 在这三条信息里边 我们填写的时候 都可以任意填写 无效的也行 比如说 假如说我们将来访问的域名是3w.lambra.net 那是主机加域名 那么我们在第一个域中输入域名 那就什么 lambra.net 那我们输入的主机 输入的主机 那名称就是什么 3w.lambra.net 当然是无效的也可以 然后管理人邮箱呢 那你就是 就是天 谁维护这个外部服务器 天谁的邮箱 这样的话 当 用户访问失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等 页面就会出现这个官员邮箱 然后呢 给官员 这官员员发信 告诉他 你的网站有什么什么问题 然后官员员呢 会及时的修改 比如说 等等 然后这边下一边呢 我们如果不需要改变端口的话 我们就选用这个 默认的80端口 作为我们 系统服务的启动的一个端口 然后在这间听 另外呢 另一个是呢 仅当用户安装的时候 使用80端口 手动启动 这块 安装使用的端口 手动启动 那么全部输入完成之后 我们单击 下一步 就可以继续安装 当然我们这里边 选择第一个 80 然后自动启动 然后呢 会弹出一个 这两个 弹出选择安装 类型的一个困块块 第一个这个是 默认安装 这个呢 是用户自定安装 那我们选择典型 单击下一步 安装就可以了 选择典型 下一步 然后这里边呢 是弹出 安装位置的画画块 我们可以选择 你喜欢的位置 那我们这里呢 就按将Apaq位置 装到C盘LAM下 Apaq下边 我们刚才 改变的位置 C盘 LAM 下边 好 我们这里边 下一步 OK就可以了 还是输入一下吧 下一步 改变 这里边 装到Apaqe2下边 OK 你看 这个文件夹 装到C盘LAM下 Apaqe2下边 那这里边呢 我们 这是确定一个位置 如果位置不对的话 你可以按返回按钮 上一步检查 确保无误之后 然后 单击下一步 然后我们开始 安装 看一下 会出绿色小图标 这种 管理工具 好 我们安装完成 单击 结束 按钮 看一下 那Apaq按照咱们以上 安装之后呢 它的安装目录 我们就到 C盘下 Apaqe2下边 这就是Apaqe的 所有的一个 加目录 所有的东西 那么它的配置文件 我们在这个下面 看一下 配置文件 放到这个文件夹下 然后 网页 也是Document 网站的根目录 我们把网站 给放到这个目录下 这些具体的目录结构呢 我们 后边会有一张 专门讲Apaqe 会详细的讲 这些目录都是 做什么用的 然后呢 每个目录下 有什么样的 一些文件 这个就是 Apaqe的 主配置文件 然后这是 它的辅助配置文件 我们呢 后期呢 要修改这些 配置文件 那现在看一下 做完之后 我们 怎么启动 或者停止Apaqe 当然了 有多种方式 我们可以单击 开始菜单 在所有程序里边 找到Apaqe服务器 看到这边 然后 找到这个之后 我们看一下 控制Apaqe服务的 控制Apaqe服务的 这里边有 重启 开启 停止 这是一种 开启Apaqe 停止Apaqe的一个办法 或者是 看一下 在桌面上 我的电脑这块 你看一下 单击我的电脑 右击我的电脑 这块有个 管理 然后在管理里边 选择服务和应用程序 然后选择服务 这里边我们就能看到Apaqe 这里边是 已启动 安装完自动启动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停止 重启动 或者右键 停止 或者重启动 也可以开启 Windows命令行 装完之后 在命令行里边 比如说 在这我们输入 Net Stop Apaqe 2.2 停止服务器 然后呢 你停止成功 开启 Net Stop Apaqe 2.2 这三种方法呢 都可以 开启和停止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小图标 你看一下 这是运行Apaqe的小图标 这会可以停止 重启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启动成功了 这几种方法都可以开启和停止 如果Apaqe安装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地址栏里边输入这个来测试了 http 冒号 localhost 输入本机地址 atworks 这就证明我们安装成功了 当然他访问的是什么页面啊 访问的是Apaqe下边的 这个下边的 这个文件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建一些其他的文件 比如说 Hello.html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编写一下代码 里边写什么都行 比如说我就是多号A 保存 好 关掉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这个 直接输入这个地址 Hello.html 一号A 多号A就出来了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发布我们静态网站了 但是如果有PRP的程序 比如说 demo.prp 我们打开这里边写一段PRP代码 比如说 还是像咱们上一节似的 我做一个循环 输出 $5作为行号 多行景 比较 你看一下 PRP文件 现在是不能处理的 我这会改成 demo.prp 你看 原代码会输出 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装PRP 现在只装好了一个APA旗 APA旗安装成功 那我们 看一下 下一步我们开始安装 MySQL 安装MySQL数据库呢 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长期安装 另一部分是使用MySQL配置助手 创建MySQL的一个配置文件 一些详细的配置选择 以及给MySQL服务器设置一些密码等内容 那MySQL的配置出手呢 在第一步安装结束后呢 就会自动运行 也可以在MySQL安装以后呢 手动的一个启动 那我们这里边呢 我会给大家演示详细的步骤 首先呢 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压缩包 当然你可以下载 更高的MySQL版本人价 那我们 直接 解压吧 不然他也得解压 解压到这个目标下 好 解压结束 我直接进入这个目标下 这里边就一个文件 setup.ese 那当然我们双击 这个呢 是一个欢迎界面 我们就不用看了 下一步 然后这里边呢 这个界面呢 是 安装的一个类型 选择安装的 选择你需要的一个 安装类型 最大块 这里边有三个选项 分别有典型安装 全部安装 和用户自定义安装 三个类型 那我们这里边选择 看一下这个 选择用户自定义安装 那会得到更多的选项 便于我们指定安装位置 然后我们登记下一步 然后弹出呢 用户自定义的一个 设置页面 当然了 我们还没有具体的安装内容 那我们可以指定安装位置 在 呃 这个上面 你看 是一个 插号这个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 在这个选项上 单击左键 看到了吗 再选择第二项 选择这个 呃 也就是 此部分 属于 下边 此部分内容 全部安装到 本地的硬盘上 选择这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指定 呃 这个选项的安装位置 看到这了吗 改变 change 指定安装位置 指定安装位置 当然了 我们呃 在这块 选择安装位置呢 我们都装到吸盘下 lamp下边 my secure 5 下边 所以我们在这块 吸盘下 lamp下边 呃 在这块 我们选择 呃 my secure 5 指定 然后我们选择OK 你看 这个位置 就什么 吸盘下 lamp下 my secure 5 下边 到这边 没问题 我们这些都没问题 之后 我们看一下 当然我们这会 选择的是 呃 my secure 服务器的 这些东西了 这都不用 这都不用管 但是我们最好将 my secure的服务器的数据文件 在这个也给它改变位置 因为现在数据文件 你看装到哪去了 这位置 这是默认了 我们需要改变一下 我们最好 不要让它跟操作系统 在同一个盘幅下 那我们给它改到哪啊 我们改到地盘 比如说 改到地盘的 呃 d t 哎 数据目录下 我们装到这个位置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的话 当我们操作系统 荡掉的话 重新格式化 吸盘 而数据库的数据 这里边放的就是 数据库的数据 不丢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 为什么改变这个目录的原因 好 我们ok 确定 然后我们下一步 你看一下 我们选择是资金翼 然后呢 这块 呃 安装的文件夹 然后数据的文件夹 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选择这几个位置 然后我们选择 安装 install 正好 我们需要 呃 等待一下 如果 确认 没减安装之前 如果确认有误误的话 你可以回去 重新安装 好 到这里呢 嗯 我们基本上 mySQL 就 安装的差不多了 然后弹出了一些 到mySQL 数据园 这就安装了 出现了 呃 像这个 这些呢 什么 这些呢 是 呃 mySQL的一些 启动的一些 配置向导 然后我们运行这些配置 呃 mySQL的第二阶段 这块 配置 mySQL的 服务 现在到mySQL 配置帮手的界面 上 结束 他会弹出 重新弹出一块 所以mySQL已经安装结束了 咱们用配置 呃 手冲呢 重新 维护 一下 mySQL 数据库 好 等待一下 他会弹出一个 呃 详细配置 配置类型的各样块 嗯 怎么又弹出来 哦 在这呢 好 我们下一步 这会儿呢 有两个选项 一个告诉我们是详细的配置 一个是 呃 在这边是标准配置 那这里边我们为了方便了解配置过程 那么选择第一项 呃 详细配置 然后呢 呃 选择这一项 mySQL配置的时候呢 需要设置一些内容 选择好类型之后 我们就单击下一步 看这个 然后弹出服务器类型的选择的一个 呃 第二块 第二块 他们决定着呢 mySQL服务器 呃 将试图保留多少主内存 主内存 当然主内存越大 服务器的速度就越快 但对他其他程序的影响呢 也会很大 因为我们这个操作系统里边 不光装mySQL数据库 我还装了阿帕奇 还装了PSP 还装了其他其他的软件 所以你这个 如果主内存选择大的 会影响其他的软件 这里边呢 呃 有三个选项 如果选择这个 这个 是选项是开发测试类型 那mySQL占用的很少资源 因为是开发测试时候用的 如果你是学习阶段 你可以选择这个 mySQL占用的很少资源 如果选择这个 那是服务器类型 mySQL占用较多的内存 如果选择这个 那么选项是专门的数据库服务器 mySQL占用所有可用资源 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情况 选择不同的类型 那对于web开发者来说呢 那第一个选项呢 是最佳的选择 其他两项呢 最适合用于大数据库 那我们就选择第一个 是适合我们开发类型的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又弹出一个这个块 你看这块是干嘛的呢 是数据库 呃 弹出数据库用途对外块 然后呢 他决定买C个服务器 将支持哪几种 表的类型 我们这里边呢 也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 这个是 选项是通用的 多功能类型 是比较好的类型 也是默认的类型 第二个 这个是服务器类型 专门用于事物处理的类型 第三个 啊 它是非事物处理类型 比较简单 主要做一些监控 记录 呃 技术用 这个 那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的数据库的 呃 用途呢 进行改变 我们这里边就使用默认的 然后下一步 就可以了 然后弹出呢 呃 因 呃 因诺 db 这个表 当然我们学数据库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因诺db 这种表空间的一些设置 对话块 这里边 呃 我们应该在这里边呢 为因诺db的数据库呢 指定一些存放的 呃 路径啊 存放的地点 默认存放在 MySQL安装目录下 那这里边我们存放到默认目录 点下一步 呃 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呢 弹出的是并发连接选择对话块 并发连接选择对话块 当然这里边呢 也是有三种选择了 呃 这里边啊 选项的决定了 同时打开数据库连接的一个数量 共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 这个 这个选项呢 可以有二十个连接 第二个 这个 你看 这选项可以有五百个连接 五百个连接 第三个呢 是当然自己改变了 第三个选项 手动设置一个数目连接 呃 对于运行在一台用于软件开发的计算机上 那 MySQL 一台开发的 那 记起来说 这个MySQL服务器呢 不需要太多连接 因为这个时候呢 呃 只有开发的团队和自己进行访问 没有太多的用户 所以在开发阶段呢 我们 呃 选择第一个 应该没什么问题 当然对于一些热门的网站 上面全速工作的MySQL服务器来说 那并发连接个数呢 可能非常大 那这时呢 应该选择 第二个 第二个选项 那我们这里边就使用 因为咱们现在是开发环境安装的 那我们就选用 呃 第一个 默认 然后单击下一步继续安装 然后这个呢 弹出我们会弹出激活 TCP 呃 TPIP这种组网的功能 这个对话块 那在温道系统的环境里呢 MySQL服务器与应用程序的通信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命名管道 一种是通过命名管道 二是通过网络协议 TCPIP 呃 这种协议 那MySQL配置助手呢 这个呢 会给出推荐的激活 TPIP 然后端口是336端口 那这里边呢 没有特徒情况呢 我们就使用 没有默认的配置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 点击 啊 下一步 单击下一步继续 然后这里边弹出默认字符集的 设置的对话块 再把文本数据保证在数据库里的时候呢 MySQL支持有多种字符集 那这里边我们当然选择第三项 设置字符集 那为了刚好处理 那中文字符集呢 在字符集选择上 我们最好是选择 UTL8 这里边推荐你使用UTL8 当然GPK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下一步 看一下 然后会弹出Windows服务的对话块 这里呢 这里呢可以选择 是否 MySQL服务器安装为 Windows的系统服务器 这里边 那如果安装成 Windows系统服务器的话 成Windows服务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命令行 通过启动 控制管理 就成为 用Windows就可以 Windows本身的管理服务的方式 就可以管理MySQL了 像刚才咱们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里边 有个服务应用 就可以管理了 就是在 这个地方 我的电脑 管理 应用于服务 服务这里边 你看这里边 现在没有MySQL 如果你 安装成 服务管理的 那这里边呢 就会存在 然后我们就可以 用这种方式 用 因为它作为温造系统服务 来管理了 所以呢 呃 我们就可以很随意的管理 这话 服务器名的 就要MySQL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是否把它加到 PASS路径里边 就就把它加到 环境变量路径里边 也就我的电脑 呃 属性 高级 环境变量 加到PASS路径里边 如果加到PASS路径里边 那么我们就可以 用命令行 直接执行MySQL 这些命令了 加到温造字 PASS里边 那加入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闭目录下的文件 也就是 MySQL安装后 它会有一个 呃 所有装命令的文件 在MySQL加目录的闭目录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就不用再指定目录了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装进去 那下边呢 我们是选择 这里接受 它的推荐 然后我们下一步 然后这个时候 那这是一个安全选项的一个设置了 呃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配置 需要决定允许哪些人来连接 MySQL数据库 以及是否必须输入一个密码 才能建立 然后呢 呃 我们在这个 对外框中 设置为最安全的设置 root用户 这是最安全的 因为root是唯一的用户 又是MySQL系统管理员 所以呢 我们要给这个root用户 输入证券的密码 才能连接 并且呢 允许它在本地登录 输入密码 123456 当然你真正的输入 不要这么简单 123456 好 输入密码 呃 这个选项呢 就 不要 不要选择了 这个选项 不要勾这个选项 因为这里 不需要创建任何匿名账号 所有匿名账号呢 指的是无需密码 就可以连接到服务系账号 所以我们这说完密码的话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 然后看一下这话 MySQL呢 安装后呢 按照上面安装之后 我们就会 有这个 然后我们直接执行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等待 它在一个一个安装 配置 应该安装完 现在是在配置 好 我们这里边 选择 结束 这是我们这几个软件 MySQL安装是最复杂的一个 那么安装完成之后 你看一下 我们该怎么去管理MySQL呢 你看 MySQL的安装目录 我们装到哪里啊 哎呀 我们装到了 C盘下 MySQL5下边 在这里边 它的配置文件 就是这个 所以呢 我们管理MySQL的时候 改配置文件 就改这个 这是它的配置文件 那MySQL的数据文件 存在哪了呢 因为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指定哪去了 我给它指定到 D盘下边的 Data目录 它会再创建一个Data目录 你看 这是MySQL的数据库 里边你建个目录 其实就在建个数据库呢 这样的话 系统 系盘坏掉了 那下次我在重新安装库的时候 只要目录 只登到这就可以了 数据不会就是 所以最好不要跟操作系统 在一个盘幅里边 这个数据目录 那么看MySQL怎么开启和停止呢 我们都可以怎么做到呢 当然了 我们说已经把它装到哪去了 装到系统服务里边去了 所以管理 服务与应用 你看这个服务里边 我们就可以找到谁了 刚才没找到MySQL 现在你看我们找到MySQL了 这里边 它现在已经启动的 我们可以通过停止 斩停 从启动 还可以右键 停止 斩停 重新启动 都可以 当然我们也可以 在开启 这个 硬件行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装到PAS里边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的 使用 Net Stop MySQL 停止服务器 我们还可以通过 Net S Star MySQL 开启服务器 那我们怎么去登录呢 因为我们已经把MySQL的 加募了下所有命令 它加募了所有命令 在哪啊 你看一下 刚才他们指定的时候 再回到C盘 LAMP MySQL 只要是BIM目录下是它的所有命令 这一命令呢 我们已经 你看这个目录 C盘 LAMP MySQL 5B目录 你看我们装不装到 环境变量PAS里边去 属性 高级 环境变量 编辑 对了 装到系统里边 上面是用户的 系统的里边有个PAS 看一下这个 编辑 你看最后一个 C盘下 LAMP MySQL 已经有这个目录了 已经有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下的所有命令 也就这里边的所有应用程序 我都可以直接在这敲 命令 比如说MySQL 那我安装的时候 也指定了一个主机 是用户 让root登录 那当然默认是主机的 单位可以 Loghost 登录本机了 杠P 我指定的密码是123456 我不在这输入灰车 123456 好 登录进来了 然后我们在这块 你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状态 自负级 UTI8 端口是3306 TCP的这种 然后现在安装的版本 如果你能看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边就可以 创建库 创建表 所有操作都可以做了 这是我们 Windows下最理想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 安装方式 SERCT 先用from 看一下 MySQL库里边的用户表 先用大计 你会看到这里边只有一个 root用户 一个密码 没有其他用户存在 这是现在默认 装完之后最安全的一种方式 那MySQL装完了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装的是什么 这人家 你看一下 但是安装P2P服务器时呢 由我们下一步就开始安装P2P了 在这个 安装P2P时呢 有两个任务必须完成 P2P呢 属于阿巴奇服务器的一个模块 要外挂在阿巴奇上 协助他来处理P2P文件 所以第一个任务 就是在阿巴奇里边 加载P2P模块 那在开发的时候呢 还需要使用P2P去连接数据库 并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所以我们 中央P2P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配置P2P的 MySQL扩展接口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P2P的详细安装和配置过程 那首先我们先做第一步 也就是将P2P作为阿巴奇服务器的一个扩展模块 那么我们首先 解开这个文件夹 解压到当前文件夹下面 当然我们可以下载 更新版本的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目录下 这是所有的P2P的文件 我们只要把这些文件 你看啊 在这个文档内容呢 解压到 我们只要把这里边 CtrlA C全部复制到 复制到这个下面 我们把它都装到 P2P5的目录下 这就可以了 全部把P2P的解压包的文件 复制过来即可 那么这步做完之后 那我们将P2P呢 会以 要将P2P以模块的方式 加载到阿巴奇中去 那将来的方式呢 就是在阿巴奇的配置文件 那我们先找到 阿巴奇的配置文件 咱说阿巴奇的时候 收个配置文件 在系统F下边 这是阿巴奇的配置文件 然后这个 我们打开 然后我们加这么几行 你看啊 首先找到加载 模块这块 你看默然他加载 这么多模块 我们在下边加一条 ROADMODULE 加点模块 什么模块呢 P2P5 这个模块 然后装到哪 这个模块在哪呢 我们刚才已经在 C盘下边的 LAMP目录下 P2P5下边 哪个是 P2P5的阿巴奇模块呢 你看好了 我再开一个目录吧 我们装到LAMP下边 P2P下边 你看 这块有 P2P5阿巴奇2-2 P2P52模块 这两个 这有两个 这还有很多 这些模块啊 都是P2P 作为阿巴奇的一个模块 你看好了 那我们刚才在这里边 指定的这一条 就是加载哪个模块 你看我们这里边呢 呃 这里边要加载 这个模块 刚才这个了 P2P5阿巴奇 2-2的模块 这里边 千万注意啊 呃 不要把 这个文件和这个文件 弄混淆了 因为这个文件 P2P这个 呃 这个文件呢 只适合阿巴奇2.0 以前的版本 P2P压缩包里边的 呃 这个只是由 2.0版本 如果是2.0 2.2以上的版本 那我们就需要使用 这个模块 否则呢 就可能出现一些 加载错误 所以我们在这话 指定的文件 应该是 吸盘 LAMP下边 P2P5下边的 但目录结构 都是一些这种 使用正系号 跟上面一样 然后 我名称不要打错了 P2P5 APA CHE 2 下滑线 2.dr 加载 这个模块 加完这个之后 我们还需要加一行 这是加载模块 已经把P2P模块 作为他加载了 那那我都说了 那我还干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 看一下 告诉 APACHE 后追名是什么样的文件 用P2P去解析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 呃 告他的 P2P文件的后追名 类型是什么 所以我们找一个位置 看在这位置 按照这场写 添加 类型 跟上面要一样 不要写错了 s-httpt htt-prp 这类型 然后呢 告诉 点P2P的 或者点PH TML的 这两个后追名的文件 用P2P 用APACHE挂载的一个P2P去解释 这就可 只要贴上这一句 然后如果多个后追名呢 咱们当然用 空格 分开 这个指定完了之后 我们还要指定 P2P配置文件的位置 直接我们在这下边添加就可以了 你看怎么指定呢 通过 PHP 嗯 INIDAR 当然指定的 这个不区分 大家有写的啊 那配置文件 我们就指定 C盘下边的 LAMP下边的 PHP5下边的 当然在这个下边呢 你看一下 这有P2P.i的一个模板 这个 那么 现在我们指定了这个目录下 配置文件 你看 指定了这个目录文件 那我们直接 到这个目录下 到它指定的这个目录下面 找到配置文件的模板 改成P2P.i就可以了 那这里边模板 我们用这个 这是I文件的模板 我们只要后追名 给它改成 P1P.i 你看 这就是P2P配置文件 我们可以打开 这是默认存在的模板 这样的话 配置文件也有了 这是P2P的配置文件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 这个目录下的 刚才说的 这个文件 改名为P1.i 但是呢 在这个文件里边呢 会自动添加所有 你在自动添加的时候 会把内容上 加上两个鞋盖 增加安全性 同时呢 也增加了麻烦 所以呢 咱们就将 刚才那个默认的模板 改成P2P.i就行了 这样的话 该配置文件呢 不给所有的 都添加上两个双心线 但是更加便利 那么我们现在 都改完之后 重新启动APA奇服务器 然后让他对APA奇的 这个配置文件 生效 我们关掉 当然他说 重新启动APA奇服务器 有很多方法了 点这个下边小图标 APA奇控制 Restart 这样的话 我们重新启动APA奇服务器 因为P2P 也是APA奇的一个模块 所以我重新启动APA奇之后 P2P配置文件和APA奇配置文件 改门之后 都需要重新启动APA奇 然后加载成功成效 所以不管改过 P2P的这个配置文件 还是改APA奇的 那个配置文件 都需要重新APA奇 然后呢 我们就测试一下 刚才这个代码 我们还保留着呢 没执行 现在我刷新一下 如果还没有执行的话 那说明了 我们就配置有误 是不是我没重启成功啊 这样我用命的行吗 Net Stop APA CHE 2.2 停止APA奇服务器 然后 然后 Start 开启 刷新 难道有缓存 DEMO.P2P 关掉浏览器 再看一下 不对 这是 看来我们没有配置成功 那我们找一下 看我们哪写错了 到C盘下 找到这个APA奇配置文件 在这个位置下 我们找一下 跟这也没有关系 Application 这个位置好像少写一个什么 写错了 XRHTTPD 杠 P2P 这名称写错了 然后再重新启动APA奇服务器 停止 开启 好 我们来再看一下 刷新 好 好用了 把它解释成 用P2P 把它解释成 100条 紧号了 这样的话 我们 P2P 就添加成功了 然后我们测试环境 我们可以在 它的放网站的目录下 这个目录下 我们可以写一个 比如说 TES.PRP 里边用PRP info的函数测试 比如说 TES.PRP 监控网号 PRP 里边写上 PRP info 看一下 我们访问 TES.PRP 好 能看到这个 这里边 跟我们Linx 看到一样 所有的 我们中央环境 用它能看见 整个环境信息 你看 能看到我们 配置文件的位置 在哪个地方 当然了 它如果这下面有 它也会找到一个 目录下的配置文件 然后这是配置文件 当中的选项 然后这是环境变量 看它默认支持的功能 都有什么 当然 哪些功能 我们都可以互加 但你看这里边 没有什么 没有能支持 MyCircle的功能 看到没有 没有支持 MyCircle的功能 所以呢 我们需要怎么的 我们需要 下一步需要配置 PRP和 MyCircle 这功能 那么第一步 我们要什么 我们经过了前面的配置 现在呢 PRP和Apa奇可以结合了 已经安装成功了 但是PRP还能不能 访问MyCircle 数据库服务器 所以呢 PRP必须找到 随PRP一起安装的 两个和MyCircle 有关的DR文件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首先要把 PRP的安装目录 下面去找 这是Apa奇的目录 这是C盘LAMP PRP5下面 这是PRP的 PRP可以说是 PRP的安装目录吧 因为它是解压 就可以用的 找到两个呢 跟MyCircle有关的 DR文件 那我们 在这下 一个是 LibroMyCircle.dr 找一下 LibroMyCircle.dr文件 复制到Windows 安装目录下 它CtrlC 我复制一下 复制到Windows的 安装目录下 C盘下边的 Windows安装目录下 这是Windows的 安装目录下 当然 如果你做环境变量 也是可以的 通常呢 我们也可以设置 Windows的环境变量 将PRP解压目录呢 放到Path里边 我们指定到 这个PRPath里边 就可以了 那我们和 复制到Windows 这里边是 一样的效果 因为这个Windows 就是在 系统的Path里边 就是咱们 看这个 或者是你在 我的电脑 右键 属性 高级 环境变量里边 你在Path里边 最后点编辑 后边加上一条 PP我安装路径 它也能找到 这个模块 也能找到 这个模块 在这边 加一条 也是可以的 当然我考到Windows下 系统安装目录下 系统安装的 默认就会在 Path里边 然后我们再找一下文件 我们找 到这里边 Libro MySQL 找一下有没有 LibroMySQLi的 这里边 Path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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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刚才 考完之后 这个呢 已经可以 让它加载到 执行Path里边 就能找到 MySQL了 加载这个文件 执行的时候 它会到 Windows系统盘里边 找这文件 就能找到 MySQL了 但是我们想开启 MySQL的连接的扩展库 我们就得需要 在Path里边 设置 扩展里边 设置一个 假如我现在想用 Path 就是MySQL和MySQL改进 MySQLi和MySQL这个 所以我们就需要 打开Path的文件 那Path的配置文件 刚才能说 装到哪去了 这个就是Path的配置文件 所以我们 打开这个 加这么几条 找到它扩展 那个位置上 好 这些扩展 你看一下 它可以扩展 这么多功能 现在呢 所有功能 它都没扩展 所以所有功能 都没开启 你现在想开启 功能的话 你就得一个一个打开 比如说 我现在想 它连接MySQL 它现在在这呢 你看 把这个分号删掉 MySQL和MySQLi删掉 当然想支持PDO的话 你把什么 PDO这个 也开启 然后PDO跟它连接 MySQL 这也开启 当然后期咱们讲 Path的时候都要设置 然后这里边 我们一定要指定一个什么 这些扩展都在哪个位置下 我们得指定 E EXTEN SION 扩展的 EITEN SION 扩展的目录 DR 都在哪呢 都在C盘下边的 LAMP下边的 PWP 5下边的 E XT 我想用什么扩展功能 我就得指定 这个目录下 你看 PWP的 这个目录下 我指定的是 这个目录下 全是它的功能扩展 我现在想用什么功能 我就开启什么功能 我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功能 我就不开启 好 改完PWP配置文件 下一步干嘛呀 当然是重新启动 Apaq了 停止 开启 重新启动 Apaq 使PWP配置文件 做的修改 生效 那我们再查看 这个 PWP 这个我们再刷新一下 你看一下 你很明显能看到什么了 MyCircule MyCirculei 你都可以看到这些了 MyCirculei MyCirculei 这个扩展机口 那经过这些配置呢 我们就完成了 PWP和MyCirculei 和MyCirculei机口的配置 如果需要配置 其他扩展呢 当然也是同样的办法了 你让它支持什么功能 这里边就可以看到 就像刚才那种 配置方法 去配置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装一下 这里边 我们再装一下 赞的加速器 这个 当然赞的加速器呢 它是由PWP的核心引擎 也是赞的系统公司开发的 一个免费的PWP优化软件 装它和不装它呢 它会比不装的速度呢 提高40%到100% 那我们找到这个软件之后 我们只要双击就可以了 那就会弹出一个 看一下 弹出一个安装的一个货号块 然后我们按照提示 安装即可 好 下一步 然后 同意 下一步 装到哪去呢 当然我们也是往 哪装啊 吸盘下边的 LAMP下边 待会见一个站的一个目录吧 选择 LAMP目录下 赞的目录 确定 好 装在这个位置下 下一步 然后选择是阿帕奇2以上的这个服务 下一步 然后选择 PWP.I所在的目录 当然PWP.I怎么在哪啊 在吸盘下边的 LAMP下边 LAMP目录下 PWP5 在这个目录下 配置文件 那下一步 然后这会儿 请选择 你的外部服务器所在的文件夹 那咱们外部服务器装在哪了 装在了 咱们都装在同一个目录下了 吸盘下 LAMP 阿帕奇 这是外部服务器的文件夹 下一步 好 这里面对照一下 安装的位置是在这儿 外部服务器是阿帕奇2 然后呢 阿帕奇所在的服务目录是吸盘下 LAMP阿帕奇2下边 然后安装 然后停止 再重新开启 点确定就可以了 接住 好 这回我们看一下 赞的加速器 没有装成功 如果装成功 在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重新启动 阿帕奇 试一下 好 这有了 刚才它没重启动成功 再加速器 看一下 装上成功了 这样呢 它就可以为我们 呃 优化速度 提高很多 然后我们可以装其他的软件了 比如说你想装P2P买的蜜 那就很容易了 你只需要把P2P买的蜜 拷贝到哪去啊 拷贝到阿帕奇下边的 这个下边 就可以直接用了 然后当然你可以按 呃 做一些设置了 这里边我也装一下 其他的软件 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 比如说 我们还装系组P2P里边的 呃 那个程序 嗯 CMSDEMO 看一下 我们拷贝到 直接输入吧 拷贝到我们C盘下边 LAMP下边 阿帕奇下边的 这个目录下 然后我们直接访问 看可不可以安装 CMS 下方线 DEMO 哦 当然阿帕奇配置文件里边 又没有做目录 所以 所以我们 还得找到阿帕奇的配置文件 CMF下边 这个 打开 然后我们在下边 找到目录 所以那一行 在这 添加上 inds.prp 让他先解析 目录下找 indad.prp 再找indad.rtml 好 我们重新启动阿帕奇 restar 好 这个我们再刷新一下 当然我使用的字符集是 DBS2 我要改成 GPS2 才可以 然后安装 我同意 数据库的用户名 咱们是装的是root 密码 123456 密码123456 然后 表现队就叫这个 这不是 这是 不是 不是从密码 数据库的名 比如说叫做 我的 我的CMSDB 然后一会咱们看这个库 是不是就这名 管理员 admin admin 油箱 admin a.com 下一步 安装成功 但这个 汲取目录也是有点问题的 所以咱们改一下原代码 找到这里边 改变一下配置文件 这里边安装的时候 其他都可以了 但是这个汲取目录有点问题 我应该改一下程序 CMSDEMO 好 最后再运行一下 CMSDEMO 刷新 好 转页面 我们在后台管理看一下 admin admin 好 又可以到后台页面了 可以有系统管理 内容管理 用户管理 可以 添加相册 添加 编辑相册 添加图片 编辑图片 添加栏目 管理栏目 添加文章 还可以管理文章 当然都没添加 你可以按照添加就可以了 然后退出 关闭 这就一个安装过程 当然如果你想使用PAP admin的话 你直接把PAP admin 因为PAP admin也是一个 程序 就这的 也是一个软件 你解开之后 直接也考虑到 跟我刚才软件 装的目录下即可 好 这就是在Windows下 软件安装的 独立安装的一些 全部过程 这里边比较复杂 所以呢 但是用Windows做服务器呢 这种方法当然是最好的 那当然 我们这一课主要内容 就需要掌握每个软件的安装和配置方法 好 谢谢大家 这几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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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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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